欢迎各位听众再次回到我们海洋之窗的节目 我是振修科技大学的方立行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海洋大学讲座教授孙宝年孙教授 所以我们刚才谈的是孙老师三分之二的学术生命 他还有三分之一的生命刚刚自己讲的 是放在海洋科技博物馆的 孙老师你要不要对您的放在三分之一生命的部分 做一些介绍 因为海洋科技博物馆现在部分开馆 因为好像还有一个水族馆部分还正在处理中 孙老师因为那个时候整个馆是您定了它的方向 定了它的一些规范 是不是可以请您说明一下 海洋科技博物馆我想这也是因为跟方老师认识 那后来分成两个馆以后我就做海洋科技博物馆 那海洋科技博物馆的时候所以讲起来也很有趣 当年的时候基隆提供的时候 他就说有39公顷靠海 因为我们那时候的条件一定要靠海 然后就说部分要填海取得 然后还编了两亿多的经费要填海 那我们这些教授就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那时候正好没有河海工程的人 所以等到后来决定在基隆设一个 在屏东设一个以后 那我就请一位河海工程的教授 海洋大学河海工程 说可不可以帮我去测量一下是怎么样 结果他测量完了以后 然后就说 哇 其实那个土地没有到差不多顶多20公顷 另外还十几公顷都要填海 而且他说那个两亿多 填海是可以 但是你填海一定要做提房 那提房就很贵 可是没有编这个预算 所以我们就开始就又忙起来 而且已经有的土地中 有一半都是垃圾掩埋场 所以我其实觉得那个时候也想还蛮高兴的 我们如果把垃圾掩埋场变成是一个公园 那也是代表了我们真正想要表达的 就是所有的腐朽的东西 经过了特别的处理以后 都可以变成有价值的 那我觉得我们教书就是吧 即使是不太好的学生 你也可以让他 如果真的教得好的话 或者有方法刺激他的话 他可能也可以变成很有价值的 所以我觉得这样也还好 但是面积就不够 所以后来就去收了台电的费电厂 那那个台电的费电厂 这个走进去了 我第一次进去的时候 简直是觉得好震撼 好震撼 为什么呢 因为中间那个发电机都没有 但是它七层楼中间挑空 本来那个地方是那个发电机 所以那个光线从窗子上进来了以后 那个真的是非常震撼 可是呢 因为十六年都没有人用 已经荒废在那里 所以那个里面流浪狗多得不得了 所以第一次进去 还要跟我同事 还有一位图木结构工程师 一起进去看的时候 哇 那个狗啊 好像西部武侠里面的 那个万马奔腾一样 哇 那些流浪狗通通在里头 这样跑 我也怕 他也怕 那然后出来了以后才发现 哇 身上全部都是跳蚤 所以我后来就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 就是去看医生 因为我全身都起东西 花了一个礼拜时间才把那个 才恢复正常 后来就把那个火力发电厂跟台电 那那个时候也是特别要感谢郭部长 郭伟范 郭伟范 对 郭部长就中间协调 然后台电的董事长 就还有一个立法委员 他们在中间这个帮忙协调到最后呢 台电就愿意 就是等于租给我们 那我就想说把一个火力发电厂 变成博物馆 那个时候 博物馆在世界上还没有这样子的案例 但是呢 我们因为拖拖拉拉弄了很久 所以呢 英国伦敦就有了一个泰德美术馆 它也是用旧的火力发电厂变的 在泰晤士河旁边 非常非常好看 非常的震撼 然后呢 它就是在国际的建筑杂志上啊 通通都被选为是非常杰出的 那我们呢 当初呢 就也是国际笔图 就请了有很多国家 大概七八个国家 不同的很优秀的团队 那他们都是 我们要求就是一定要做过博物馆 在做过水岸规划 这样子的团队 然后还有 因为我们是要把旧的火力发电厂 变成是博物馆嘛 那到底用途不一样了 那个结构有没有问题 所以要有好的结构工程师 其实我们当初就争选到一个团队 这个团队呢 是在美国做过 New England Aquarium 就是在波斯顿的那个水族馆 然后也做过那个Baltimore的水族馆 然后在意大利也有做 加拿大也有做 还有在日本大阪的海油馆 都是他们设计的 所以非常有经验 然后他们还找了一个结构工程顾问公司 跟他们配合 那个工程顾问公司 是帮那个意大利比萨写塔做 因为比萨写塔一直在写嘛 那他们就是在做 怎么样预防他继续写下去 所以有一个非常棒的团队 然后那个也有做水岸规划的 一个景观顾问公司 做那个MIT那边 还有那个Botson大学中间 那个他有一个Charles River Charles River旁边的那个规划 所以那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团队 那台湾呢 是沈珠海建筑师事务所 那他们也来了以后 也觉得非常兴奋 其实当初还有一个一位建筑师 西班牙现在国际知名的一个 叫做Santiago Calatrava 他看到了这个地以后就跟我说 他说你把这个计划给我 我真的是觉得我可以帮你把这个地做得非常非常有意思 那我跟他说 我们台湾没有这样子的做法 一定要经过笔图啊什么什么的 所以就做得非常好的那个计划 但是呢 送到教育部里面的时候 教育部里面就一直就压着不回答我们 也不通过我们的 那就后来才知道那个当时的政务次长 那他对我们的就好像很不以为然 所以他就把我们的计划就是搁置下来 所以我们那个很棒的一个计划呢 就变成是纸上作业 那后来呢 他就征选台湾的建筑师 就是现在的博物馆 就是台湾的建筑师做的 那这个做的呢 虽然这个建筑师也还蛮有名 可是呢 他做的时候跟那个 泰德美术馆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泰德美术馆是瑞士的 非常有名的建筑师做设计 他们就是要保留那个 火力发电厂的原貌 加上一个灯箱在最顶楼 所以就把那个火力发电厂就衬托出来 那我们这位建筑师呢 他是加上了很多他的建筑与会在上面 所以看不大出来 原来是一个火力发电厂 那我为什么这么在乎那个火力发电厂呢 因为这个火力发电厂 第一期是日据时代建 是差不多在民国26年左右吧 那日本人是建这个火力发电厂的时候 是在日本以外 亚洲最大的火力发电厂 那他们就是要把这个基隆附近瑞芳啊 什么的煤矿金矿 通通用来送去 然后第二期呢 就是那个二十大战胜利了以后 那是孙云璇先生当台电总经理的时候 然后他们把他建了第二期 所以然后呢 我们就很想在这个旁边再加一个 就是水珠馆 但是呢 因为不跟屏东的是那个重复 所以我们是打算的就是特别是渔业养殖这些 因为其实台湾渔业跟养殖非常非常棒 可是没有什么人知道 知道的就是什么 就是望海星探啊 然后那个海上蝶雪啊 渔船走私啊 都是这些负面的消息 所以我们希望呈呈呈呈现出来 就是我们的养殖中 有非常多的科技在里头 我们可以重新用科技来看海洋生物 那个会让人非常兴奋 我举一个例来说 那时候我就委托计划 请中央研究院的邵广招教授 跟海大海洋生物的一个 最会做电子显微镜的那个杨教授 杨瑞森 他们两个人 我就请他们帮我收集一百个鱼软的图 那结果我想这个白软图 实在是非常惊人 每一个鱼软 每一种鱼软 它的表面都长得不一样 都有特别的设计在上面 那我觉得把这个呈现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会吓到 说我吃乌鱼子吃这么久 都不知道那个每一个鱼软 上面都长有这么好的 精心的设计在里头 还有那个软门 就是它受精的那个地方 那个每一种鱼软的软门都不一样 好像那个门锁不一样一样 哇 实在非常的惊人 那现在还是有一点这个照片在里头 那所以那个时候想到这些都觉得很开心 跟很多跟海洋生物 海洋科学 海洋地质 这些教授在一起 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每次讨论完了都觉得很兴奋 就觉得有这么多好东西 我们可以呈现 给我们的同胞看 然后让大家都觉得很兴奋 就会喜欢念海洋 而且觉得海洋真的有很多很多值得探讨的蕴藏 那我刚刚就讲说 所以我们就本来想第三期 这一个馆 我们就不叫水族馆 叫海洋七所 那我觉得这个想的是什么呢 就是海洋七所是生物的七所 也是我们台湾这些人的七所 那这样你看一串起来说 就好像是一个台湾的近代史 从日据时代到国民政府到现在 这个连在一起 我觉得这好棒 那个就是那个人文的含义也是很强 那然后旁边有个垃圾掩埋场 变成是一个公园 那我给他取名叫曹靖 因为大家都叫滨海公园 我觉得就就没有差异化 所以就给他取一个名字叫曹靖 那曹靖呢 刚刚好就是这个冷水团跟暖水团交汇的地方 带来很多渔群 那这个正好就是台湾的一个写照 也是海洋科技博物馆想呈现的主题 所以就想这样 然后呢 让我最遗憾的是什么呢 本来因为日据时代台电是一个非常棒的 那个诸事会社 薪水很高 很受尊敬的 那他就有很棒的宿舍 那那些宿舍呢 通通是用块木做的 那我们看到十几年没有人住 但是都没有白蚂蚁 所以我们就把他请了一位 很懂日本建筑的 的一位黄建民教授 去帮我们分类 然后呢 那个时候已经过世 最近过世的汉保德教授 帮我们做一个规划 所以我们就打算做一个非常棒的 一个很特别的 就是日据时代 做日本式房子 那包括那个很懂日本式房子的人都说 在日本都很少有这样一个聚落 日本式房子那个时代的聚落 可是那就很可惜 全部都采光了 全部都就移为平地 也没有经过任何的这种说明会 或者是公厅会 然后就这样静静的就把它 统统都清掉了 那我觉得非常可惜 我觉得很多的历史 历史建物 那个是中性的 跟谁执政都没有关系 那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 我们应该保留 然后呈现 那像现在的功法 是没有办法恢复到那个时候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现在很多文创 文创是怎么样的 都是拿老房子来 来让它重新整理出来 所以就觉得 本来海洋科技博文 我的想法是说 我们有那个台湾的过去 跟台湾现在 跟台湾的未来 那我们把它串在一起 就可以看到的 呈现的是一个动态的展览 那这样的话 在世界上 可能也没有什么海洋科技博物馆 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呈现 那所以我觉得这是有点可惜的 那别的我没什么 但是我也一直都没有多说这方面的事情 因为我想已经都拆掉了 也没办法重建 所以再讲也没什么意思 我帮孙老师做注解 你知道你没有注意到 今天我们的这个录影 我们没有照十二分钟 我们让孙老师 从后到尾把这个事情陈述完 我觉得它其实是 很好的故事 而且是有它 非常感动人 touch your heart的那个地方 那不过有几个 很清楚的结论 让我们的听众跟我分享 第一个记得生命中充满了理想 但是有更多的意外 所以你一定要理想 但是如果有意外的话 这是想着跑不掉的命运 第二个呢 做事情真的要及时 不然海科馆如果做出来的话 搞不好比那个TED还要更早 很多时候 我想很多很多的事情 就是在蹉跎和等待中间 流失的机会 第三个 第三个你们一定要好好地听 就是学者不可以做 不可以随便做行政官员 为什么呢 因为不然理想和现实间的冲突 真的会留下很多的遗憾 让我们期待 待会能够听到孙老师 更多的精彩的海洋人生故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